觉得以后的网络作家能跳出平台的树坑 我说真的网络作家未来越来也不好看 首先你可以说是网络写文章的人 什么叫网络作家我问你 我就讲一最简单的 昨天我在这查我想找点好的小说 我就想找十本大家推荐的最好看的小说 看了十个视频十个推荐都不一样 问题是十个推荐都不一样的 下面评论骂的每个都在骂 居然没有这本书 我听你说到这本书 我就觉得你是个傻叉 以前咱们一提到没有修仙的时候 咱们最简单的一点 咱们再提出作家的时候 喜欢看那种小说谁啊金虎龙 没有人不服吧 提到修仙最牛逼的朱仙 对吧游戏先见 没有句话都满足 所有人都认可 你看看现在 有很多爽文写的确实不错 我也挺喜欢看的 下面的评论是什么 打白文 什么就这种还能当白金作家 这文是写的都是这种 这一点深度都没有 有深度的文章 有什么残袍啊紫阳啊 对吧 这种一看播放量 以及各方面阅读量不高 为什么 不是爽文 节奏太慢 文笔铺垫确实好 那你还有更牛逼的 半步封神 对吧 红火 永远半步封神 就他们都给你写不完 就出半步就乱尾了 就给你写在那 但是文章各方面文笔 各方面你写的草牛逼